欢迎回到Easy的频道 那这期视频呢 又到了咱们朝前哪里买这个系列了 那之前就有粉丝在说啊 你终于可以出一期这种整理类的视频了 那估计呢 你是订阅Easy频道的新观众 但其实这Easy这个系列呢 已经出了十几期了 那Easy一直在做这种整理类的视频 我是希望呢 每隔两周给大家一些球鞋相关的资讯 那其实其他YouTuber也都在做啊 那这个内容呢 其实是骗流量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那大部分的YouTuber呢 还是每个月出一期这类的视频 也有YouTuber呢 他每周出一次 Easy是觉得呢 每周出一次太频繁了 那每个月出一次呢 由于球鞋发售的时间呢 经常有改动 这个又不够频繁 所以Easy呢 应该是最早出这种两周更 这类视频的博主了 那现在呢 也有好多球鞋博主 也开始每两周出一些这类方面的内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他YouTuber的内容 因为我们毕竟可能 挑出来的球鞋不太一样 那Easy更专注的是球鞋的 HoloCop之类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球鞋去哪里买 在什么时间发售 同时呢 除了每个月两期的 朝鞋哪里买的内容呢 Easy也会不定期的 发一些HoloCop的视频 所以没有订阅Easy频道的观众 请你赶紧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以及旁边的小铃铛 那这样再有这种抢鞋攻略来的视频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同时有兴趣加入Easy 正在做的这个 华人球一些社区的朋友 你就更应该关注Easy的视频了 因为Easy每个月都会抽 50位到100位幸运观众 来加入到我的Discord group 那话说到这儿 今天咱们就再抽50位幸运观众 好的 抽奖的规则非常简单 你需要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同时呢 follow我的Instagram 同时对本期视频来一个素质三连 点赞 转发 加留言 那这个转发呢 一定要转发到你最常用的 这个社交媒体 比如说微信群啊 微信朋友圈啊 Instagram啊 Facebook都可以 最后你要在留言区 留一个Celebration的表情 那Easy呢 将会在两周之后公布重奖结果啊 那不愿意等待的朋友 或者是没有抽中的朋友呢 也不要着急 Easy马上就会开启会员频道 那现在呢 你可以通过Instagram DM我 来付费加入到我的Discord group 现在的收费呢 是6美金一个月 你可以享用所有福利 比如说直接使用Earlylink 或者是查询 这个Sneakers美双鞋的货量 甚至是一些Shopify网站的货量 同时我们也提供Sneakers Shockjob Monitor 也就是说 再有这种Shockjob突袭发售 Sneaker Pass 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我觉得啊 除了抢鞋以外的各种福利以外 我感觉最好的 就是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互相交流 因为有好多情况下 有一些发售 都是通过大家互相的提醒 来抢到球鞋的 群里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好 本期视频呢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8月份的潮鞋拿了一买 同时呢 我会很主观的告诉大家 我这双球鞋是会money还是会pass money就是指我会参与抽签 如果抽不到的话 也很有可能会在二级市场掏钱买入 pass呢 就是指我不会参与抽签 我也会很主观的告诉大家 我对某一双球鞋的价格预测 是会吃灰还是会起飞 好 8月将会发售的第一双球鞋 就是这双easy的foam grinder 其实这个foam grinder呢 有两个配色 将会在8月2号来发售 那有以下网站可以去抢 那其中呢 就有easy supply 那之前有粉丝问 什么时候能够出一期 easy supply的抢鞋相关的攻略 大家不要着急啊 我正有准备做一期新的攻略视频 那可能呢 会比之前的视频更加的详细 我会分成几个章节来分部制作 争取呢 把每期视频的时长变得短一些 这样大家可以翻来覆去的反复观看 好那这两双球鞋呢 我当然是会尝试取money的 因为利润非常的可观 它的价格呢 我猜一定会起飞的 好时间来到8月3号 有这双dunkloaddisrupt的barely rose来发售 那之前出过这个airgenoma mid的barely rose 这个颜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现在nike的设计 已经开始不太走心了 就直接采用这种令人愉悦的色彩 因为你只要把这种令人愉悦的色彩 通过各种方式拼接 那这双鞋呢 就不太能够会变得很难看 它至少是一双非常好看的球鞋 那我之前给老婆抢到了这双dunkloaddisrupt的警笛红配色 这双鞋可以说是它最长上脚的一双球鞋了 他一开始拿到这双球鞋也觉得 这个鞋型好像不是很喜欢 因为毕竟不是正统的dunk鞋型 它有一些改进 看起来呢就没有那种原汁原味dunk的味道 但反而呢 他拿到手以后就真香了 一直在穿这双球鞋 那我也会把它上脚的一些图片呢 贴在了视频中间 大家可以看啊 这双鞋真的女生上脚以后 非常显脚小的一双鞋型 我老婆强烈推荐啊 所以呢这双鞋 我一定会再次尝试去给老婆money一双 这个价格呢 我猜不会起飞 好8月5号有一双womanonly的airmax2021 哇塞 airmax这个鞋型经过大概几十年的演变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现代了 2021这个鞋型呢 你可以看到 融入了最近非常非常火爆的结构的元素 那ezy手里呢 有一双倒闭款的死亡之吻 你可以看到airmax1呢 它的结构元素就不是非常的明显 只不过这次冠西格呢 加了一些更加多的结构的元素 那实际上airmax90那个鞋型上面的结构元素 要比airmax1还要多 那这次的airmax2021呢 又将结构风发挥到极致 甚至在鞋底部位做了一个镂空 好那这双鞋呢 我应该大概率会尝试去先money一下 因为我很好奇这双鞋的脚感 我觉得airmax一开始呢 就是以跑鞋为目的 所以它的脚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这个价格呢 我猜不会起飞 多半是要吃灰 好8月6号一双ag1mid的creator这个配色 之前呢 ezy抢到了这个airjournal1high的creator配色 其实就是可回收材料制作的 那全体呢 是以黑色为主基地 这双鞋呢 我觉得太单调了啊 拿到手以后 确实觉得这双鞋没有太大的意思 就把那双鞋马上就卖掉了 那基本上也是原价左右卖掉了 所以并没有赚到很多的钱 那这一次这个球鞋呢 ezy应该是会pass 这个价格呢 我猜多半是有吃灰 好同样是在8月6号 在adizas这一边呢 又有一双nmb壶 那这双鞋呢 是一个20年的纪念版 我猜很多刚刚接触球鞋的人 不知道nmb壶 这双鞋曾经真的是 风靡一时的一双球鞋 那这双鞋可以炒到上千美金 那最近呢 开始疯狂出这一个鞋型 而且变成了一个调色盘 就是换一换鞋套上的颜色 导致这双鞋的口碑呢 急剧下降 那现在这双鞋呢 大部分的size都是接近原价的表现 只有个别的款式呢 它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利润 甚至有一些鞋型呢 曾经起飞了 现在还是这种价格很高的状态 那我手里的这一双呢 是一个中文上面写着人类 是这个黑色的版本 它的鞋带呢 也是带了一黑一白 ezy呢 就直接把它做了一个鸳鸯的搭配 这双鞋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推荐大家买大半码的球鞋 我这双鞋买的是我自己的size 穿起来啊 非常的紧 因为它整个鞋面是一个袜子一样的设计 这个鞋底呢 我觉得比350的鞋底还要软 我不知道镜头里能不能看见啊 但实际上NMD的鞋里边都是没有那种鞋垫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一个孔一个孔的网状一样的这种格子 那这个鞋穿起来其实不各脚啊 这个没有任何各脚的问题 这个反而很舒服 因为它会给你脚底提供一些非常不错的支撑 我是觉得如果你缺一双旅游鞋 或者缺一双运动鞋 平时用来穿 我觉得它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而且这次这个配色呢又是采用了令人愉悦的色彩 我觉得是不会出任何毛病 那我呢应该会尝试给老婆妈你一双 这个价格呢我猜不会起飞 大概率呢是会吃灰 小概率呢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好下一双鞋要讲的是这个Sakai的Nike Blazer Low 这个始终色的配色 那之前呢从7月份推迟到了8月10号来发售 这个配色我是觉得有点丑啊 我可能应该会pass 那今天早上刚刚发售这个黑颜色 Easy直接原价抢到了三双 估计也是一个倒闭的存在 但是呢我觉得这双鞋自穿还是没问题啊 我只不过觉得这个Blazer Low差点意思 还是Blazer Mid好看一些 这个价格呢我猜不会起飞 个别的大码呢我猜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好那在8月初最期待的两双球鞋呢 就是这两双Dunk的First Use配色 一双这个白颜色以绿色为点缀 另外一双呢整个以红色为大底 这两双鞋啊我是觉得非常的好看 因为毕竟Nike很少采用这种虚线的钩子 在Dunk身上啊或者是AJ1身上 那群里呢已经有人拿到了实物啊 看到实物啊我就觉得这双鞋更加值得去money 这个价格我猜小概率会吃灰 应该是部分的size都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那红色这一双呢我觉得刚好相反 应该会小概率起飞 大部分的size呢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那这个鞋型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鞋带上面带了一个金属的鞋带扣 那这个可玩性就稍微高一些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鞋带扣上下挪位置 来搭配出自己喜欢的味道 时间来到8月11号 这双白米彩终于要在美国发售了 之前亚洲所有的国家都已经发完了 终于轮到了美国 那这个价格呢我猜不太会起飞啊 应该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我呢一定会尝试去money的 因为我对米彩真的是还蛮喜欢的 我还没有一双米彩的dunk或者是aj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米彩呢 我应该会先尝试买一双 拿到手以后再看一看 那8月12号呢 一双aj1hi cfoam的配色 这双鞋呢是一个woman only 那它将会在以下网站一来发售 这双鞋呢我是认为很好看啊 但是也是这个nike的设计师开始有点不走心了 对吧 它直接采用了一个令人愉悦的色彩 就在鞋带上呢加了一些点缀的元素 但是啊你别管走心不走心的问题 这个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手里呢没有一双这个aj1 我觉得这双鞋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我觉得这双鞋女生穿真的没有毛病 我呢应该会尝试去给老婆骂你一双 我自己是不会穿这个配色的 我觉得有点太嫩了 那价格呢我猜不太会起飞 但是应该会有比较不错的利润空间 像这种aj1啊颜色没毛病的短期之内呢 会有比较不错的利润空间 但是长期来讲你放个几年呢肯定非 那现在啊我不知道屏幕前有多少炒鞋的朋友 你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耐心度或者是容忍度是多久 比如说一双鞋你最多能放几年 好8月13号万众期待的三方联名 Travis Scott Fragment的aj1 Low 那这个配色呢我认为才是今年的鞋王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设计要比之前的aj1 high要好看的多 那双aj1 high呢我觉得就像没有眉毛的感觉 因为它toebox周围的轮廓采用了白颜色 然后填充呢采用了蓝颜色 看起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那这一双呢就回归正常 它的轮廓呢采用了黑颜色 那明显看起来就顺眼的多了 那这双鞋呢ezy当然会尝试去抹你 如果能抹你到呢当然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说我抽不中 这双鞋的二手价格我是大概率不太会以二手价格去买的 那之前就有粉丝跟我们交流啊 说想完善一下自己的sneaker collection 想放两双这个重磅的联名来撑一撑场面 那就问大家有什么推荐啊 他自己是想入几双travis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入travis啊 你要知道travis其实就是一个商人 他现在的热度非常高 完全是他自己搞饥饿营销搞出来的 你觉得这双鞋的设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不就是把钩子反过来而已吗 而且他现在越来越商人化了 比如说之前发售这个aj1 travis那一刻呢 他先发了一波这个T恤的什么衣服之类的 而且呢并不需要抢 你要知道travis网站的发货 可能要八周左右的时间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要根据当时发售的那一天 有多少人下单 再去后边去生产对应的货量 所谓的就是你下多少单 我就产多少量 这样呢他不会有后的积压 他也会赚了更多的钱 像这样一种商人的鞋 你为什么要挤破头的去给他充值呢 而且好多报的 直接抢了几百双 是上千双的这个travis scott 他呢一直在家里囤着不卖 导致这个价格居高不下 这样就可以一双一双慢点出 每双鞋呢都可以赚你几千刀的利润 如果说他那几百刀都被普通用户去抢了 这双鞋的价格是炒不到那么高的 所以当你看清事实以后呢 你还会为了这种鞋去冲一双吗 我是完全没有这个冲动了 所以啊 我觉得稍微值得冲的一些呢 是off-wide的这种联名 因为毕竟啊 off-wide的Vertal 他本人是一个设计师 你可以看到他的球鞋里面 所用的这些设计元素呢 要比travis scott要多得多 他好歹给你玩玩解构 他好歹给你玩玩配色 人家多少是动了脑子的 咱们顺便提一下 8月呢要发off-wide的The 50 那这次呢也是采用了一个调色盘的设计 这次呢我不占Vertal 但之前呢这种什么The 10啊The 20 我觉得设计都是非常好的 好同样是在8月13号 除了这双三方联名的AJ1 还有一些衣服这些衣服呢 我倒反而觉得有一些设计的元素了 还挺好看的 比如说我就喜欢这双白色的T 和那双黑色的短裤 这个一定要骂你 8月14号这双AJ1 High 类似于Dunk武当那个配色的黑黄配色 将会迎来发售 那这双鞋呢我会尝试去骂你 这个价格呢我猜小概率会起飞 因为毕竟这个AJ1 High的 这种黄颜色的配色非常少 虽然说这个黄颜色不是非常的正 同样是8月14号将会有这双AJ13的黑钥匙配色 黑钥匙呢其实是AJ系列非常非常经典的配色 但是你只有把这个配色放在AJ1上 你才会很值钱 这双AJ13呢我觉得设计还是蛮一般啊 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点 我本身呢对AJ13也不是特别的感冒 所以这双鞋呢我会pass 这个价格呢我猜啊多半会吃灰 好8月19号有这双LellyMay 这个AJ14来发售 那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是采用了 我觉得是有点这个中国的元素 那这双鞋的鞋名呢叫Fortune 就是财富的意思 你可以看到上面所应用的这个绿色 特别像翡翠特别像玉 我是感觉这个设计非常的用心啊 而且不是单纯的只用了一个配色 这个绿色上面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花纹的 特别像玉里边那种 这个绿色跟白色交接的状态 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收鞋的一种思路之一呢 就是去收这些小众的设计师联名 举个例子啊VIRGIL是这种大设计师 对吧他设计球鞋呢有一些自己的思路 他自己的名气也在那里 所以这个鞋呢会炒得很贵 但是小众设计师呢 往往他跟Nike合作的机会不多 所以他会更加珍惜每一次的合作机会 他会在每一次的合作上非常的用心 我是觉得好多小众设计师联名的球鞋质量非常的好 就拿这个ALELE MAY来举例 他之前的AJ1大家拿到手以后 都觉得这个实物的质量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呢价格又不高 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双鞋 台湾怎么讲呢叫什么CP值很高 对吧 那其实我对AJ14呢也不是非常的感冒 我手里只有我唯一一双的AJ14 就是这双兵马俑配色 那也是冠西哥所做的一些设计 你可以看到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用心的 对吧 那EZ之前已经出过了详细的球鞋评测 以及户外的一些上脚穿搭 感兴趣的朋友呢 请去本视频的推荐区 以下方的描述区找链接 这里呢就不做赘述了 我只是说ALELE MAY这次的设计 跟这双鞋 我觉得反而是非常走中国风的一种感觉 那我一定会尝试去MONEY的 我觉得这两双鞋一左右摆起来 一定非常的好看 一个翡翠配色 一个陶土配色 那价格呢 因为有的时候呢 它的货量非常的低 导致它的价格会很高 那上一次的AJ1HI呢 它本身是一个Zoom鞋型 同时呢量又很大 所以导致那一双鞋呢 并没有飞得起来 那这一次毕竟是一个AJ正代 我觉得啊 它即使不飞 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可观的利润 无论是收藏还是自穿 我都觉得很值 同样是8月19号 这双AJ4的铜鞋来发售 那这双鞋呢 是有一些上面有些线条啊 其实就是给小孩上去涂色的 它就是这一个设计的灵感 那我小孩太小了 它不会涂这些色 如果我的小孩稍微大一些的话 我一定会给它去免你的 那这一次呢 EZ可能会尝试去pass 这个价格呢 应该不会起飞 多半是有吃灰 好快到月底了 时间来到8月25号 有这双AJ5的Aureo配色来发售 那之前发售过一双 这个非常黑的那个配色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那双鞋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但是没有能够免你到 那之前Nike也是出了一个 Sneaker Reserved EZ又再一次没有免你到 所以很是郁闷 希望这一次AJ5的Aureo配色呢 EZ能够有兴趣money 这个价格呢 我猜不会起飞 应该会有小幅度的利润 好 同样是8月25号 有这双Dunk系列的球鞋来发售 那这个配色呢 是soft gray and pink 你看颜值啊 又是令人愉悦色彩的拼接 所以呢 没毛病 颜值肯定是非常高的 EZ呢 也会尝试去money 这个价格呢 我猜啊 只有小概率会起飞 最近的Dunk 我是无力吐槽啊 频繁的发售 你说哪一周没有Dunk发售吧 而且每次的设计也都是这种令人愉悦的色彩 或者是颜色的拼接 真的是往调色盘方向来发展 大家来大胆的猜一下 Nike炒完了Dunk 下一个鞋型 它会炒什么呢 好 8月26号 有这双AJ1 Low的Starfish来发售 那Starfish其实是偏橙色的一个配色 但这双鞋乍一眼看啊 你有点那个芝加哥红的意思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图片的颜色显得过深 谁知道这个实物是不是更偏橙 反正我是觉得这双鞋是值得money的 因为它不管是芝加哥红 还是橙色的AJ1 Low都是非常值得入手 因为这两个配色啊非常的稀有 这个价格我猜放的时间长了 小概率会起飞 但是短期之内一定有非常可观的利润 好 8月28号 我这双AJ12的Utility Cream的配色来发售 这个配色呢 我一看我就会pass 这个价格呢 我猜大概率是会吃灰的 同样是在8月28号 据说啊 这可能是一个rumor 有一双EZ350 V2的Lite配色来发售 这个鞋呢 我觉得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我还是更喜欢Sesame或者是Cream那两个配色 那这个也可以冲一冲啊 我觉得利润还是有的 但是应该不会起飞 好 这双AJ4的Litening配色 现在据说是会在8月28号 在Sneakers以及各大foodsides来发售 这双鞋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是非常的喜欢 我感觉啊 比如说你一手有这个Litening 一手有这个UNC白卡兰 你把这两双鞋放在一起 都是AJ4 非常非常的帅 所以不用多想啊 一定要尝试去money 这个价格呢 我猜应该会起飞 好 讲完了8月确定发售的球鞋 我们来简单看几双8月的rumor 那第一双呢 是这个基石配色的EasySlide 太丑了 但是呢 还是非常值得去money的 因为这双鞋的价格一定飞 另外一个rumor呢 就是Alfred的50 那据说呢 现在这发售的方式 是采用各种专属啊 Stash啊 这种发售模式 说白了 就是跟你的活跃度直接挂钩 Nike是这么说啊 而且呢 Nike也说了 如果你采用多个账号 来同时抽签的话 你的中签率会降低 甚至会搬你的账号 但是啊 谁不用多个账号抽签呢 那我是一直在用三个snickers账号 我到现在也没有被封 那好多朋友呢 甚至有十几二十个账号 也没有被封 所以这句话的真实性可言 是为了下退那些使用bot的人 还是说他真的会这么做 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啊 敢冒险的朋友 可以继续去用你那么多账号去试 那不敢冒险的朋友 像我一样 账号本身就比较小的 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你就三个账号 谁待着没事封你啊 好 那具体怎么去刷活跃度呢 Easy之前出过了一个详细的攻略 一定要去本视频的推荐区 以下方的描述去找那期视频的链接 好 另外一个 rumor 上一期视频已经说过了 就是这双摩卡配色当个嗨 我对这种摩卡配色呀 大麦配色 咖啡色 真的是没有抵抗力 所以一旦确定了日期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出一个hot cop 我自己呢 肯定会尝试去money 那八月份 我个人最期待的两双dunk 是这两双social status 跟dunk的联名 那这两双鞋呢 一棕一粉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 非常可以呢 男女搭配来一个情侣鞋 不用多说了 肯定要尝试去money的 好 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 rumor 就是这双red plum配色的dunk low 我是觉得这个配色太贼了 非常非常的亮 如果你日常穿搭的风格 是那种很素的 比如说衣服裤子都很素 然后你经常会在鞋上 找一些这种亮眼的元素 我觉得这双鞋非常值得入手 我呢 一定会尝试去money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双 这种premium的dunk 一看就是质量非常的好 但是money不到 我也不太会郁闷 因为我已经有了 这双这个dunk low plum配色 这双就是正统的 李子配色plum 我是觉得那个red plum 跟这个鞋放一起 你给我十次选择 我都会pick这一双 那这双鞋 Easy也是经常上脚 之前也是出过了 详细的评测视频 以及给大家出了一些 这种几皮dunk的穿搭建议 我也做了一些户外的上脚视频 那感兴趣的朋友 你知道去上方推荐区 以及下方描述区找连接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Easy说的口干舌燥 中间一度干呕 希望大家给Easy 来一个素质三连 点赞转发交流远 不要忘了我们要抽 50位新闻观众 进discord的group 规则在本视频的前方 已经讲过了 take easy peace skrskr 我们下期见